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5日 神户胜利船望琴广岛三舰 周日下午,日直连上演独角戏 广岛三舰将坐镇主场迎接神户胜利船的挑战 神户胜利船目前排名积分榜前列 而且球队做客战斗力不俗 神户胜利船金账值得看高一线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广岛三舰在26轮过后以8胜11和7负的战绩排名积分榜中游位置 对比去年没有太大提升 并且经济冲击亚冠区的希望也不大 从4月份开始 广岛三舰在联赛中未有试过完成联胜 他们总是在胜和负之间徘徊不定 期间多达9场比赛军食百果 攻击力不足是影响球队战绩的最重要因素 要知道联赛至今 广岛三舰阵中没有一位球员的入球数达到双位数 外援祖利亚 山渡市也仅贡献了7球 本土球员之中入球数最多者前野雄也才只有4球 而且后者都是在客场进球 再加上球队经济主场表现十分平庸 广岛三舰金仗主场轮陷在所难免 阵容方面 中场查导雄界与前锋 勇景龙等人因伤缺阵 上轮联赛被FC东京绝杀 神户胜利传的连胜势头被终止 球员难免心有不甘 此行挑战实力一般的广岛三舰 前者当然想重返胜轨 毕竟神户胜利传作客战斗力排名 经济前三甲 战绩为7胜4合2负 军场入球数达到1.62个 以古乔亨武为首的攻击群功不可没 虽然古乔亨武今夏已经转会苏超 但他们阵中还有戴恩费斯 杜格拉斯 橘池流帆以及山口莹等优秀的分手 再加上球星大破勇也在上个月回归日直连加盟神户胜利传 其实他们的战斗力丝毫没有减损 考虑到今年神户胜利传已经大胜过一次广岛三舰 神户胜利传此番出中有望实现双杀对手 阵容方面 前锋连杆 哥利亚音商休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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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